而再来我们要带您关心最新的天气资讯 相比昨天 全台湾很多地方都下起大雨 那大家当然也关注今天是520 除了政治有政治焦点之外 还有出去玩也是一个重点 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要先提醒观众朋友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颗台风 时间来得蛮早的 现在的模式预估时间 我们是抓在这个月的月底 大概是5月29号 可以看到这个准台风马娃 它有可能会在月底靠近台湾 在这边的时候 到时候大概就是落在5月29号的时间 它的位置会是一个关键 到底到时候是往我们台湾这边 往西这里走 还是如目前欧美的预估往北走 都是我们持续要关注的 但是毕竟相比昨天 本来各国的模式是认为说 它可能会朝日本的方向前进 相比今天的变化就很大 而且现在看起来 它是具有一定强度的 所以这一点确实月底 我们是不能掉以轻心 以目前的路线来看 就算它没有往西直接登陆台湾 它的规模 它的强度 它的环流 都可能会为我们月底的天气 带来影响 所以如果月底有一些山区的行程 我会建议大家多关注 甚至可以先做一些调整 那今天的天气变化 今天各地要注意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雷雨的发展 就像刚刚现场您看到 其实北台湾还是有在飘雨的 所以今天各地都可能会有一些雷雨 出门行程 记得带把伞会比较好 不过没有下雨的时候 今天的温度是比昨天高 北台湾今天的高温28度 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度 花东地区高温落在26到28度 没有下雨的时候 都是偏湿偏热的天气 这一点大家要比较注意 还有一点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的是 我们知道在礼拜一礼拜二 会有下一波梅雨封面来影响我们台湾 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的时间点是定在周一的晚上8点钟 到时候这一道封面的位置 就在我们北台湾的上空 那周一晚上开始 北部就会先下雨 跨入周二的深夜 西半部地区都要提防 这个梅雨来影响我们 一起来看我们做的这张图 是这个降雨时序 让大家比较清楚 礼拜一如果晚下班下课的大家 看到这边了吧 雷雨的发展就要比较留意 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 而到了礼拜二 跨夜之后周二的半夜三点钟 可以看到雨区往南阔 整个西半部地区 都可能会有一些雷雨的发展 这样子的降雨 就是我们昨天看到在新竹 还有中部部分地区的短时强降雨 都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发展可能 所以如果说前两天在下大雨的时候 您的家中比较低洼地区 或者是已经有一些积淹水的状况 或是车子是停在比较危险的地方 我会建议这一天要稍微做一下调整 因为在半夜到整个周二的上半天 天气状况都是不稳定的 一起来看 这波梅雨的目前降雨预估 这个是美国的预估 可以看到在礼拜二的一整天 中部地区这边的雨量都是很惊人的 包含在山区也是一样 那这波梅雨因为它由北到南移动 所以目前看起来 气象局也认为 它可能可以为中部以南缺水的地方 带来更多的降雨帮助 我们知道这一波梅雨其实已经为向增温水库 带来蛮大的帮助 那下一波礼拜一晚上礼拜二这一波 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那因为梅雨的关系 所以北台湾的高温 在礼拜一到礼拜二会有很明显的落差 南台湾地区如果有下雨会比较凉 没有下雨的高温 大概堕落在30度出头 以上是这一节气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